然后我们接着呢 就是最后说这个腾讯 为什么被提起公益诉讼 腾讯被提起公益诉讼呢 它其实是有一个大的背景 这个大的背景呢 很多人不清楚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 公益诉讼具体是什么事 就是8月6号晚上 北京市海电区人民检察院 发布公告 对这个腾讯呢 提起民意民事公益诉讼 字面意义大家也能理解 是吧 公益诉讼对吧 就是为了维护全社会的利益 然后主要呢 是针对腾讯的这个 侵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然后呢 这个说是这个微信的产品啊 青少年的这个模式 这个产品 不符合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法 所以呢 提起公益诉讼 那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最大的背景 是这个文 这个文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在这个8月2号 8月8月2号发的这个文 这个文叫中共中央 关于加强新时代检查机关 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 这个文非常重要 大家这个文通篇 一定要回去好好看一下 这个文里面 你要细读 你能读出很多东西 我们简单读一小段 进入新发展 前面就是说就是过去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进入新发展阶段 与人民群众在民主 法治 公平正义 安全环境等方面的新需求相比 法律执行和实施 仍是急需补期的短板 检查机关 法律监督和职能作用 发挥还不够充分 为进一步加强 党对检查工作的绝对领导 确保检查机关 依法履行 法律服律的 法律监督职责 现在就加强信赛 检查机关工作 提出如下意见 后面就巴拉巴拉 开始说了 对吧 这里面 检查工 通篇你读下来以后 你会感觉到 检查机关以后 要主动出击了 对吧 要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如果用现在流行的话讲 你就发现检查机关的 状态 或者引领不一样 这里面 他其实在第11条 就提到了 提到公益诉讼 积极稳妥推进 公益诉讼检查 建立公益诉讼检查 与行政执法信息 共享机制 对吧 然后加大生态环境 食品安全 国有财产等等 包括未成年人权益 重点领域的公益诉讼 案件办理力度 积极稳妥拓展 公益诉讼案件范围 就是让检查机关 提高政治站位 要主动有为 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如果用流行的话讲 就这样 这里面其实 6月1号 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正式生效了 它里面106条 规定到 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受到侵犯 相关组织 个人单位 就是没有起诉的 人民检查院 可以督促 支持其提起诉讼 涉及公共利益的 人民检查院 有权提起公益诉讼 看到了吗 其实人民反应 这一次对腾讯 提起公益诉讼 它是有备而来 对吧 一个是812号公布的 新时代检查机关的 法律监督意见 第二个 就是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正式实施 修改以后的 正式 所以说根据 大的背景 公益诉讼 就要展开了 展开了 而公益诉讼 展开以后 对腾讯的最后的一个结果 走向有可能是什么 最大的一个可能和走向 就是钱的问题 也就是惩罚性赔偿的问题 你看 在2020年6月3号的时候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 正好是提起起诉的机关 对吧 刚才给大家讲了 提起起诉的就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然后他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 恰好写过一篇文章 这个文章 就是公益诉讼 关于公益诉讼 适用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研究 什么叫惩罚性赔偿 大家知道吧 假一赔十 对吧 我罚死你 你这个造假 或者侵罚权益 我罚的你这个很厉害 所以说惩罚 你看这个文章 大体你就明白了 对吧 这个腾讯最后是什么一个结果 什么一个结果 当然了 如果腾讯处理的好 这个也许 少发点钱 处理不好 多交点钱 大概率可能是这么一个走向 这么一个走向 这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 大家看 早就研究过这个事 所以说 当然微信不用说了 腾讯肯定是早就溃递求饶了 对吧 开玩笑 他讲到 他就是回应了 其实就是回应 就是说青少年模式 这个功能 他之前就进行过整改 也进行过 这种完善 说家长能够设置视频号 公众号 小程序的开放范围 能够限制青少年用户发起直播 直播打赏 QB这些等等 就是他以前 他意思说 我这个青少年保护做的还是挺到位的 然后当然我们也积极配合 虚心接受 检察机关的这种建议 诚恳的应对 民事公益诉讼 你看到这个回应 求生欲非常强 非常强 求生欲很强 但是求生欲再强 主动权不在腾讯手里 而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手里 或者是在更高层级的检察部门手里 所以说最后到底怎么处理 肯定是会提起诉讼了 不用讲了 过30天以后 北京市检察院就可以正式提起诉讼了 因为有30天的宣告期 就是允许你这30天内 其他的法人组织 机构 社会团体提起诉讼 如果那些没有人提起诉讼 好了 人民检察院就可以代为提起公益诉讼 对吧 提起公益诉讼以后 然后按键 随着按键往下走 对吧 然后就涉及到 最后其实说白了 就涉及到惩罚性赔偿的问题 惩罚性赔偿的问题 就是钱的问题 不用我说了 那大家知道 阿里巴巴反垄断 被罚了180多亿 然后还有最近 关于美团 是吧 有消息称美团 可能也要 可能也要罚点钱 也要关于 也是涉及到反垄断 目前还没有证实 美团现在也在被反垄断 调查 要求整改 对吧 我们可以继续观察 继续观察 好吧 今天就先给大家讲这么多 讲这么多 然后我们看看评论区有什么问题 跟大家再 简单互动一下 简单互动一下 反正目前腾讯 就是 对吧 两个事 一个就是文章 新华社旗下的文章 直指网络游戏 第二个就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 关于提起公益诉讼 这两个事肯定是对腾讯的估值 还有股价有很大的影响 这不用我说 大家能体会 对不对 游戏的收入 虽然只占了腾讯板块的三分之一 不到 三分之一的样子 但是它的利润的贡献超过50% 对吧 所以说如果网络游戏被打击了 腾讯的价值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第二个的就是关于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涉及到惩罚性赔偿的问题 可能会也会罚一些钱 对不对 这两方面都会给腾讯带来一定的打击和冲击 所以腾讯的股价走熊也就不奇怪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其实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弱势的状态中 我们可以再观察一下下周的走势 这个情况 好 我们今天就先说这么多 我看一下 这个评论区有没有朋友问什么问题 我们再简单互动一下 我看有人让我评价上海电器这事 上海电器这事 这怎么评价呢 就有人都自杀了 对不对 这些总裁自杀了 董事长要进去了 然后还有跑路的失联的消失的 这都是这种事情 你说这种事情 有特色的事情该怎么讲 自己看一下 先自己看一下 有机会我们再交流 上海电器 下半年白酒还有机会吗 我觉得白酒你不忙着出击 白酒不忙着出击 白酒你等到基建起来 基建有表现的时候 你再去搞白酒 基建跟白酒是不分家的 他俩是一家人 要讲搞工程先得喝点酒 白酒你不要着急 深圳突然终止第二轮集中供地 22中土地出让是怎么回事 很突然 你这个问题问的挺犀利的 你注意到这个事情 深圳的这次挺奇怪的 第二轮集中供地停了 我觉得可能 其实大家把事情综合起来想 也不难理解 现在房地产被带上了紧箍咒 对吧 有三道红线 有房地产贷款集中度管理规定 有各种各样的紧箍咒 包括这个对 包括购地销售比 对吧 就是买地不得超过 销售收入40% 各种紧箍咒 你说他有多少空间和余量 再去拉高土地去买 包括现在很多地产商 这种出现违约的事件 地产商的债券全线杀跌 包括恒大的这些事情 集中管辖 大家也看到了 恒大集中管辖准备躺平了 准备躺平了 这种情况下 你想想地产公司还有多大的余力 再去推高地价买价 如果不能推高地价 不能按政府期望的地价去买 或者是去售去拍卖 你想政府还会做这个事吗 肯定是先暂停了 如果这个土牌 集中售地土牌啪出去了 结果没人买 你说这个东西博着谁的面子 对不对 只能暂停也不能再干了 是不是 好吧 中工这类教育会恢复吗 本来中工 他其实受跟校外辅导没关系的 对吧 但是中工教育也是跌的稀里哗的 对吧 整个也是跌的稀里哗了 这个也是熊市的一个组织 我觉得中工教育 他本来是职业的教育 都考工员这些的事情 我觉得 我把它目前归类于 我们没有仔细研究这只股票 但是我把它归类于 可能是跟就是跟消费类的有点像 就是大家老百姓还手头钱紧了 就是他这个报名的人数 然后学生学习的 这个复购率 这些可能下降 我们具体研究这个股票 但是我觉得跟整个经济的下行 居民这个消费的不振 可能也是息息相关的 这个这公司你可以再跟一根 因为这个考国考 公务员毕竟是个刚需 对吧 可以可以再跟一根 再研究研究吧 行 我看一下 有没有了 没有 我们就今天就到这 今天就到这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 这个 中美关系会影响贸易 和美元汇率吗 海运紧张会影响贸易 讲到这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美元啊 正好这个美元指数 对美元汇率的问题 因为 这月份的非农数据出来非常好 这个美元指数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 当天就涨了5.55% 对吧 这个一个向上的这种趋势啊 就是跟他其实跟就业 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 很相关啊 他就业数据好呢 大家就觉得美联储 可能能够紧缩 然后美元的就会强 如果就业数据不好呢 大于预期美元 美联储会宽松 对吧 美联储会宽松啊 发钱啊等等 美元就走弱 所以说美元指数呢 目前呢 还是在一个上相对 就是上升的一个通道中吧 一个强势的过程中吧 好 去年四十只白马骨 今年还会重现去年年底的现象吗 去年年底是啥现象了 集体报团呢 这白马骨现在已经分崩离析了 现在不是不是这个所有白马骨一起讲 现在就现在是分板块的 不像去年那个时候是所有的白马说 他去年不是出来一个毛指数吗 大家也看过对吧 就各领域里面的这个龙头公司对吧 就叫毛指数啊 有大概四十多家吧 可能 四十三家对吧 但是四十三家 今年以来你可以看到已经很分化了 如果你是半导体啊 新能源啊 新能源车啊 你都长得还很好 其他的就是开始都开始创新低了 对吧 包括恒瑞医药啊 医药的龙头 恒瑞医药啊 包括消费电子龙头 力讯精密啊 包括金龙鱼啊 包括海天啊 是吧 酱油啊 都不太行 所以我觉得不会出现去年这种集体报团了 下半年如果有行情也是极度分化了一种行情 甚至说为19行情都不为过 28可能都做不到了 赛道越来越窄 赛道越来越紧 越来越越小 好吧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我们后面有什么是什么情况呢 再给大家及时汇报 感谢大家的观看 今天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